这一章节进入到我们馆藏资源的部分 我们图书馆的资源主要可以分成两大块 一大块是实体资源像是纸本书、纸本期刊、DVD等 再来另一大块则是电子资源的部分 如电子书、电子期刊、学位论文、线上影音等资料库 那在正式进入资源的利用介绍前 要先跟各位介绍一下使用查找图书馆资源最主要会用到的四个工具 主要查询实体馆藏的馆藏查询系统 收入各种各式各样电子资源的电子资料库 整合查找各式资料库资源的资源整合查询系统EDS 专门查找电子期刊的电子期刊查询系统FTF 这是项常用的工具 所以根据你今天要找什么类型的资源 就要选择相对应的工具 就像你今天要买一本书 不可能跑去DVD专卖店一样 根据你要查找的资源类型不同 学生查找的工具也会有所不同 那么简单的分类一下 若您今天想要查找的是像某一本书、某一期刊 本下的某一篇博硕士论文这种有单一实体 它是一个完整的实体 你可以利用馆藏查询或者是电子期刊查询系统 那若您今天想要查找的是 收入于某一期刊里头的某一篇文章 或者是某一篇新闻报导等这种指向资源的内容 属于某一篇章类型的 那么就要去电子资料库 或者是利用整合查询系统来做查找